由堂妹、黃美琦、鄺杰營主持的 《香港美食一條街》 眨眼已經拍了幾個月 節目大受歡迎 三位主持也大飽口福 不過他們就說自己已經吃到整隻豬 我今天要跟一群豬做伙伴 起床 大家起床 起床 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事? 你擦拆嗎? 不是 我要吃 不是 我要稱讚你們 原來你們保持得這麼好 你沒想到豬也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是嗎? 我看你們吃了很久 是 我們七月底開始吃 吃到現在 有事 還有我想我們在街上拍攝 也碰到很多街坊 我想我們最開心的幕後 是街坊說 你真人很瘦 當然你會心想 因為我想的人是讓你覺得我有多胖 因為我們不斷吃東西 因為大家覺得 真的有很多街坊 是很多 基本上我們每天出外景 都有人問我們兩、三次這條問題 其實也好 至少別人會發覺你不是那麼胖 對 讚我們保持得好 很難得 我們保持得肥 尤其是你 尤其是阿姆 新型 節目由七月拍到現在 三位都吃盡不少美食 不知道令他們最難忘的 是尋房哪一間店 我覺得最期待是拍美琪那一間 是 是啊 我身為老闆的 你怎麼介紹食物給我們 我好像平時主持一樣 你們自己吃 他有什麼可以特別推介一下 我全部都很推介 今天我會讓他們自己選擇的 一句話都不要讓他說 是 然後他也是對 讓他處於捱打的狀態 是的 我們可以 我也想知道 你們真的才好 平術那些 每集節目都會介紹不同的特色美食 加上三位美女主持 夠吸精 夠歡樂 就連陳敏芝一家都有捧場追看 前幾天我見到敏芝 敏芝圖說 哎呀 想問你那兩個朋友 不是 他說 哎呀你們的節目很好看 他說連他先生都很喜歡看我們的節目 他看到你們三個吃東西就覺得很開心 剛才真的 我看到你們三個拍的時候 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拍攝了機 你是不是很想像我們 很想像 但是你太高了 哎呀 還想像 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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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知道 喂 喂 這樣他真的很好 其實他很難得可以這麼說 通常人們都說 你太矮了 我人生第一次 現在被人說你太高了 你太高了 我人生第一次被人覺得 你太高了 你太高了 真的 不過呢 抱歉 對,不過最重要的 大家 我們應該很快會有第二輯 我們覺得 還有記住我們的口號就是 我們是美食黑皮人 有美客人可以 S